好 现场最新的立法院消息再也来关心的是 针对日前NCC通过对中天中市这个董监事的变更案 引发了外界争议 由于这个七大条款的部分 外界认为说这个NCC是否有违法滥权的嫌疑 尽管NCC呢在前天召开记者会强力回应 但是现在却低调的在当中的附带条款旗项当中 现在减了两项了 针对这样的一个低调动作 今天我们问到了NCC主委彭云 他是低调回避问题 我们连线记者黄安晴告诉大家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所以我们早上那一条关心 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中天和中市董监事变更案呢 NCC在上个礼拜在没有法院易举的情况之下呢 对中天和中市做出了七项的付付代条款的这样条件来要求 不过昨天呢态度软化 来把这个七项变成只剩下五项 但是为什么这中间会有这样的转环呢 是不是自己知道自己本身法律站不住脚 今天NCC的主委彭云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话题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相当低调不愿正面回应 您听看稍到访问 会啦会啦 谢谢啊 主委请问一下 昨天的主委是有软化了吗 还是 为什么会变更呢 主委请问另外五条 还有可能做一些转环的余地吗 我们今天是 对对对 那我们会不会是谁有这样改变 是不是知道自己法律站不住脚 我们今天是来报告 我们该报告的部分 昨天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大转变 但是待会 你才没办法 我再次有开灯广告 我看上席信心有发到吗 谢谢啊 待会待会我们 待会的话 我们要不要开这个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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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原本在谈到所谓的中华电信相关的MOD的议题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带着笑容 不过一听到谈到这有关于周天和中事的董监事变更暗的时候 彭云的脸色就变了 而且对于说到底昨天为什么这样的态度软化 是不是因为自己知道法律站不住脚这个部分 他始终是回避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议题 而另外呢我们知道今天是六月六四的这个满二十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 而无尔开西呢 由于目前呢 原本是希望能够偷从这个澳洲澳门这个地方呢 来直接进入中国大陆 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不得其门而入 因此现在仍然还滞留在澳门这个地方 至于这个事情呢 今天路由会主委赖信员也说话了 他说呢他们很欢迎无尔开西随时回到台湾 您来收到访问 因为无尔开西是拿着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我们会充分尊重他个人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他如果想要回来台湾 那我们一定会协助他回来台湾 那如果他目前的了解是他还在澳门的机场 那他如果要继续在留在澳门那边 要尝试希望能够进到澳门的话 那我们也尊重而且也跟澳处 我的了解是我们的澳处也表达了这个关切关心 谢谢 我们刚听到的路由会主委赖信员强调说 我国驻澳门的相关办事处已经正对这个事情表达关切之意 而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由于在审有关于这个是不是要开放所谓的对岸来台湾刊登广告这样的议题 因此呢在这个内政委员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吵吵闹到吵成一片了 许多的民进党立委认为说这个法案没有办法过关 而稍后任何最新状况 本台文座其实连线报导 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 好谢谢安全连线报导 继续来自于立法院现在的最新状况